2024总统大选进入倒数 前立委沈富雄的言论常常引发众人讨论 甚至有人摆脱他想想办法救救侯康佩 沈富雄一日表示 现在剩下十几天的选举 所有的民调 国民党这组没有一个是超前的 颖都是扯平的 侯康组合越来越差 这是非常不好的 但沈富雄也提到 从民调来看 最近赖清德上去 头有一下来 蓝跟绿变镜像 柯文哲在地面爬根本没什么动 这个就是蓝 绿吃了一群死中铁粉之外 有一些是在蓝绿之间走的人 沈富雄更直言 这是台湾的好现象 选民是很复杂的 这六波侯康的选情是非常严峻 但最近大家对民调又有自我修正的倾向 话锋一转 沈富雄更自爆 有很多蓝营的人 其中有的人就求我 一脸哭丧着脸说 沈大佬 你就赶快出手救救他们吧 我常在喝咖啡 就有人从背后递一张纸条给我 上面就是想想办法救救侯康佩 这让沈富雄忍不住直言 剩下十一天 侯康这一组还有得拼 最后的结局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说起沈富雄 台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俗话说 人与人最大的区别是对未来有多少信念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带着金汤勺出生的 不一定都能过好一生 出生平寒也可以逆袭翻身 沈富雄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1939年8月23日 沈富雄出生在了台南市 他幼年家平无横产 从小借助外公家有母亲养育长大 沈富雄特别争气 男师傅小毕业后考入台南一中出中部 1958年以全校第一名成绩直升高中部 并被保送至台湾大学医学院医科 之后沈富雄前往美国深造 196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三番式分校医学中心 获药理学博士学位 1972年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深藏科从事博士后研究 沈富雄在美国期间曾经参与台湾同乡会 并且担任台湾同乡会副会长 1986年沈富雄回到台湾 并且任职高雄长庚医院 1987年创办台湾医院血液透析中心 致力于提高尿毒症患者的洗肾品质 1993年参选第二届立委 当选后连任至第五届 1995年首创四季红的配票模式 让北市南区四席立委全数顺利当赏 被誉为最聪明的人 2007年10月3日宣布退出 父母给的叫背景 自己打下的叫江山 沈富雄凭借自己的努力 攻克生活中的一道道难关 活出自己的精彩 值得钦佩 沈富雄从来没有曝光过另一半 他的妻子名叫洪雷 两人欲有一子异女 儿子如今居住在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 沈富雄的儿子是素食主义者 不吃鱼不吃肉 受他的影响 沈富雄的太太洪雷决定也吃素 然后六个月以后 两人的女儿也自动放弃了肉食 当时女儿才15岁 三个月以后 沈富雄家的德国狼犬也成了素食者 洪雷还说沈富雄在家也吃素 只是他外出的时候就管不着他了 沈太太还幽默地表示 全家连宠物狼狗都吃素 四票对一票 沈富雄在家当然得肉镜随俗跟着吃 每到选举候选人的时候 另一半必定现身催票 不过沈富雄的另一半可是相当神秘 洪雷难得露面一次 还是为了宣传吃素的好处 仔细看一看二人还真有点夫妻脸 洪雷现身宣传吃素还表示 这方面的法案可以拜托立法委员通过 虽然沈富雄早已不是立委 不过立委夫人当了这么久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 吃素可以帮助许多动物免除一死 沈富人的催票功力是一一级棒 人吃五穀杂粮 总吃素身体难免跟不上 沈富雄曾被金船送往台大医院急救 台大医院发言人王平贵成亲称绝无急救 但艳芳未获授权谈论病情 如果有需要 沈富雄本人会对外说明 郑运鹏表示 他已跟沈富雄通过电话 沈富雄告诉他到台大急诊室必经城市 一动的小手术没有大碍 沈富雄秘书透过社交平台表示 沈富雄一点小毛病已经处理完毕 没事谢谢关心 沈富雄近年来活跃于电视政论节目 已是名嘴级人物 是很多政治人物口中的沈大佬 沈富雄因病送医的消息传出 不少熟视他的政治圈和媒体友人都同表关切 在生病送医之前 沈富雄便在社交平台上 公开表达临终心愿与身后安排 留下八项遗言 包含不插管 不气切不电机 不可成为植物人以及后世交代的 还有提到什么管都不要插 包含尿管在内 事实上后来沈富雄的状态非常好 担任过医生 立法委员 便是台名嘴的他 虽已超过八十岁高龄 却依然神采飞扬 沈富雄表示 因为做好五件事 在十多年前 开始过着既不必担心资产缩水 还能定时与老友相聚 每年出国游山玩水的退休生活 在2013年11月底的一场退休研讨会中 沈富雄大方分享他的退休秘诀 还对这席间七成的金融与财务顾问人员说 金融机构总是这样告诉民众 思考自己几岁退休 退休前要准备多少钱 要做哪些安排 我说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谈退休根本不需要财务顾问的帮忙 沈富雄敢于这么说 除了是他一贯的作风 其实也来自他靠自己规划而成功退休 自在生活的信心 他说一个人一生有五大项的经济行为 一序是本业 副业 储蓄 房地产 股市 只要处理好这五件事 就能过着水准以上的生活 退休生活也不必烦忧 以下就是沈富雄处理好五件事的方法 首先选专业度高的工作 气心就不会差 沈富雄认为 有好的本业收入 退休的准备就成功一半 因为本业薪水的高低 除了影响一个人要花多久时间 从到第一桶金 和理想的退休金 更影响到退休前存钱过程中 退休后实际生活的品质 他接着举例指出 向许多女孩子应有害怕逃避数学的潜意识 念书时多选择大船 社工等学习就读 等到出社会求职时才发现 求职者重薪水无法提升 但若克服心理障碍 就读数理相关科技如今算的 因为念的人少 但是场需求相对高 气心就不会太差 财务起步就比别人顺利 对于富业 沈富雄定义的目的 是让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多赚一点钱 或是累积人脉 只是如何找到富业 他略带趣味地说 富业和本业不同 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 而在沈富雄一生中曾经赢过两个富业 亦是立法委员 另一个是名嘴 对于做立法委员 他的心得是除非在任期中为非作胆 或是当前客重介 要不然当立法委员 肯定是亏本的一件事 因为每月光是红白包的支出 远超过立法委员领的薪水 沈富雄认为是盈亏二顶 他还说 如果能让自己的储蓄就像一个蓄水池 一直不停地累积 当存满一个蓄水池后 就开始再多存一个新的水池 而他会把这个多存的新水池 拿来做接下来的两件事 也就是房地产与股市 沈富雄说 我每个月都和搬到台北住的 14名台南一中老同学聚餐 有次我问他们 有多少人在房地产中赚到钱 结果14个人都举手 所以早期的台湾买房子 真的能赚钱 而事实上 提问的沈富雄自己也算过 他在28年前从美国念完书返台 工作时就以每瓶26万元的价格 买下现在居住的70瓶自宅 总价约1820万元 以2013年美平成交价90万元计算 现在总价约6300万元 获利4480万元 如果不是买房子 光是用薪水存 以他当医生的20万元月薪 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累积到4000多万元 所以买房地产长期的确能让资产翻好几倍 一提到股市 沈富雄马上说七八成散户是赔钱的 沈富雄又问这一群同学 有谁在股市中赚钱 结果没一个人有赚钱的 他说扣出七八成的散户赔钱 剩下的人有一成不赚不赔 只有百分之五的人真的赚钱 所以他认为投资股市若自以为聪明 一直频繁进出 保证不会赚钱 沈富雄也指出 要在股市里赚钱还是有机会 那就是放长线经营 沈富雄说 自己买股票已有数十年的时间 投资股市不是看心情操作 不能高兴就买 不高兴就不买 必须建立纪律 他表示这五件事只要让钱三件事极大化 后两件事聪明化 就算没有李专或是财务顾问的协助 人生一样能过得很顺利 沈富雄说 成功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退休 而是让收入的曲线比支出大 积极储蓄钱努力投资 朝着终点线一直冲 等到他冲到了 回头才惊觉 啊 原来我成功了 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 但其实这是最实在且达证率高的心态 沈富雄从小就目标明确 清楚的目标 有效的方法加上持之以恒的坚持 成功就从难到义 古人云天下难事 必作于义 天下大事必作于习 当然沈富雄最后所讲的做好五件事 退休不用愁 如他所说 多数人在第一步选专业 找工作的时候就错了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沈富雄的大智慧 这恰好是人生最精彩的地方 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 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 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是没有可比性的 只要不愧于心 不为过去懊恼 不为未来担忧 活在当下 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